澳洲地区每一年都会发生大规模的森林大火 尤其现在全球面临到严重的暖化 更加重了野火的催生 日前西澳地区再度传出了灾情 为此佛光山西澳道场 协同了佛光人发起募款活动 把募德的善款全数捐赠给当地来救灾 希望能够协助灾户们重建生活 也呼吁重视环保才能够守护家园 大片火势延烧 浓烟弥漫 澳洲地区每年都会发生森林大火 随之现金环境暖化问题日益严重 西澳地区日前更是平船火井 烧毁近100平方公里的森林 灾情也蔓延影响附近居民令人担忧 为了协助救灾 佛光山西澳道场国际佛光会西澳协会 及西澳佛光同军团发起募款活动 将6700澳币善款捐赠当地博斯市政府 由妙博法师亲自交付市长表达关切 也呼吁大众重视环保议题 保卫家园 为修复森林以及重建家园的鼎立支持 希望经过这一次的山火 能够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 实现我们同军的承诺 那就是尽我所能 依教奉行 贡献社会和帮助别人 人间卫视澳洲博斯总阁报道